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引人深思的科幻短片 L3.0 巴黎的埃佛尔铁塔仍然静静地助力着 法国的街道却不再似从前的繁华 整个世界不知为何已经荒芜人烟 房子似乎都已经没人居住了 一间房子里却传来了悠扬的音乐 圣诞树还在闪着灯 小机器人带着自己的小熊在看电视 还孤独地玩着自己的飞行旗 尽管他每天都尝试一个人玩耍 但孤独的滋味还是无法避免 机器人看着旁边的时钟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坐在桌子旁写了很多信 然后将它们折成了纸飞机 来到高处将它们放飞 让它们替自己向每个角落传递信息 突然一只蝴蝶从远方飞了回来 停在了机器人手上 机器人马上将它带回了家 放在瓶子里 生怕这个唯一的陪伴会离开自己 它就一直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蝴蝶 好像能一辈子就这样看下去 它在书桌前折出了一个蝴蝶模型 放在了罐子旁 此刻的蝴蝶却很痛苦地在罐子里扑了 机器人似乎很疑惑 它不知道蝴蝶怎么了 被关起来的蝴蝶因为缺氧 每扑几下就狗带了 机器人的眼神突然失去了色彩 它把罐子拿起来 确认蝴蝶是真的死了 然后将它扔进了垃圾桶 那个纸蝴蝶模型则被它放在了柜子上 镜头一动才发现 旁边有更多的动物模型 甚至在镜子里 还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指人 走廊里也一样 是堆满了的折制模型 本以为这是个有关孤独的故事 看到最后 竟然是个带着环保意味的惊悚片 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在短片开始交代物种灭绝的原因 让结尾的纸蝴蝶这个简单的情节 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地球上的神秘物种灭绝的原因 既然是因为一个爱收藏的小机器人 它爱着这个世界 所以想把它珍藏 却没想到导致了这个世界的毁灭 多像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想把大自然的美丽留住 带回家欣赏 反而导致了环境交道破坏 让这份美丽消失得更快 这部短片就是典型的 收藏加速灭绝的脚步 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 爱他就要给他自由的权利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保护环境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和那影 下期见啦